圣文森及格雷纳丁是位于东加勒比海的岛国 观光服务业及农业是当地经济的主要来源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使得当地饱受天灾威胁 2021年的火山爆发 造成近2万岛民紧急撤离 并重创圣国经济 除了天灾之外 传染病如登革热 COVID-19疫情的爆发 都威胁到了圣国人民健康 为了因应未来公卫及天灾事件的威胁 圣国迫切需要强化紧急应变能力 当地虽然已经有相关灾害应变措施 但缺乏到院前紧急救护基础员 急诊医护人力不足及设备不足等因素 影响伤患抢救成效 为了协助强化圣国公卫医疗紧急应变体系 国合会从2021年11月开始 与马届纪念医院及圣国卫生部 共同执行圣文森国公卫医疗紧急应变体系 强化计划 选择与马届纪念医院合作 主要在于他们拥有丰富的紧急救护经验 2022及2023年圣文森派遣医事 锦销人员来台接受三个月的专业训练 透过与圣文森的这些合作计划 我们所做的这教育训练 最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跟观念 是一个全人医疗的概念 那这也是我们马杰的精神 让我们的学员回去之后 能做更好的医疗服务 中子教师返国后 会和圣文森计划经理 共同筹备办理 到院前救护训练班 基础感控训练班 同时与圣国 Trinity School of Medicine 合作办理基本救命术 及高级心脏救命术 藉由分享台湾经验 运用Trend of Trainer训练方式 来培训总子教师办理注定训练班 并透过捐赠紧急医疗设备 办理社区卫教及模拟演习等活动 来强化圣国公卫医疗紧急应变能力 这个项目将会增加我们 日常管理治疗医疗 我们将能够有更好的回忆 从到院前救护到急诊室的这一里路 生死一线缓缓相扣 国和会和马接纪念医院 将持续与圣国合作 串起紧急救护生命之恋 请问人员 请问人员